同學們,我是老師,這是陳教練 AKA教練 今天老師特別拍這一集 就是要為你們介紹一下 我們最近在摩托車上面所動的一些手腳 還有提供你們一些購買的連結 再加上我們今天這個特輯也蠻酷的 為什麼?因為我們把所有 我們平常騎車的這個裝備全部都帶來 也想要跟這個有沒有所有同學們 一一的分享我們騎車 所穿著的這些gear 給你們一些建議好不好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看一下 老師非常驕傲的兩台經典摩托車 還有我們教練自己的Panagali 因為老師今年也騎Panagali 所以我也非常的有興趣 再次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台摩托車的來龍去脈 教練,you ready? Yup! Let's do it! 我們先從老師這台2007年的Ducati Sport Classic 1000S 這台摩托車 來講到這台摩托車 其實老師過去在剛簽到它的時候 好像在14年的時候就已經有拍了一個影片 給你們大概介紹一下 這台車所有的這種設計的歷史還有靈感來源 那麼想要更加了解一下這台車子 當年設計出來的這個整個故事呢 記得回去 去老師過去2014年所拍攝的這個有沒有Ducati 2007年的Ducati Sport Classic 1000S那個影片去做一下複習 不過首先呢老師非常興奮呢 今天可以跟你們一一的介紹一下 我在這台摩托車上面所動的所有的手腳 首先我們先從鋼圈開始 鋼圈是老師非常得意的一個作品 然後來到這個鋼圈呢其實老師是請自己的好友 這個Johnny呢他是在美國一個非常知名 我們當地一個非常知名的Powder Coding Company Powder Coding老師中文突然忘記要怎麼說 不過呢在老師影片下面的連結呢 會有正確的這個中文翻譯加上這個連結 我原則上老師那時候就想說 我的摩托車鋼圈呢到底要改什麼好 那之前我其實有看了這個Alpine Alpine 或Alpine 很多人有講不一樣的這個名字 但是Alpine的這個有沒有 鋼圈其實老師很喜歡 但是呢 那時候我們美國的讀壟斷市場 我直接跟他說 那個鋼圈什麼時候 大家跟我說12週 你爬不爬 你知道嗎 我就直接叫我的朋友 直接幫我Powder Coding 那這個有沒有金色藍 教練近一點拍 你看其實呢 這個剛剛這個有沒有Powder Coding 它其實有點亮粉的感覺 但是你遠看的時候 它是一種比較經典的復古金 對不對 那其實老師是用這個原廠的鋼圈 直接叫它整個Powder Coding上去 那上面呢 還有寫這個非常經典的字眼來 Made in Italy 然後Designed by Dr. T 對不對 那也是老師一個非常怎麼講 驕傲的一個小細節 那不過真的啦 這一個鋼圈的設計其實是老師 去設計這個顏色好不好 這整個Project是老師設計 但是呢 結構是直接用這個原廠的鋼圈 去Powder Coding 非常的正點 來 這樣我們講到這個前面的有沒有 Fork 這一支前避震 你們都知道其實呢 過去老師14年那一台 剛在做車評的時候 是沒有這一個Fork的 那這個東西也花不少錢好不好 你們都知道原廠的其實是銀色的這個避震 但是呢 現在老師呢 直接換上Allens 對不對 因為 這麼漂亮的車子 一定要結合一點性能上的表現 對不對 那Allens其實是有差的 那其實講到這個前避震 它是結合這一組 來後面的這個也是Allens的避震 那這一組呢 這整組是老師跟台灣一個知名的這一種 也是玩這個經典車款的陳先生 他們去處理的 那聽陳先生說呢 其實這一組後避震 這個後Allens的避震呢 是好像Allen跟這個有沒有台灣的廠商 特別只有做全世界50組 那麼老師非常開心 就是其中一組就在我們的車上 那再來呢 帶你們來看到老師側面這邊 我們這邊 Timing Built的這個蓋子呢 老師呢 其實也是透過友人 Altoro Lee 他也是我們當地一個非常知名的 經典車款額的玩家 他剛好有幾組這種多的這個 有沒有Timing Built的Cover 那現在老師改了這個Timing Built的Cover 來我們近一點看 有沒有它是直接有外露 但是呢 他是用這種網格的這種鐵絲呢 直接蓋起來 那你看一下這邊喔 這邊我覺得個人非常喜歡的一個細節 就是說他這個也是玻璃的一個蓋子 那這邊呢 是老師跟友人 和Adam一起動手喔 把它噴成金色的 也非常非常正點 老師也很喜歡這個細節 來 最愛最愛的這台車上面的其中一個細節 就在這裡 這也是老師非常驕傲的一個設計喔 來喔我們講到我們這個Ducali 的這種有沒有 離合器的這個地方呢 過去Ducali 所有的Ducali 在10年之前都是乾式離合器的對不對 所以呢 Ducali有一個非常經典的傳統 就是要把這個離合器的細節直接外露 因為乾裡嘛 那因為老師 07年的這個Sport Classic 它是四式的 所以呢 它這邊是沒有那個乾式離合器的 那 在老師沒有辦法 將它convert成乾式的狀態下 我就直接買一個Clear Cover 但是這邊我非常非常的得意 為什麼 來 這個綠色呢 聽說是我的好朋友這個Johnny 他們專門在做這個顏色是當年他們弄在這個美國知名 拉斯維加市的這個賭場叫做MGM 酒店叫MGM 幫他們噴的時候也是這個顏色 所以呢 這一個顏色呢 也是他們獨家的一個綠色 那其實它的顏色叫做這個Sour Apple 酸蘋果的顏色 但是如果你注意看它也是有亮粉 亮亮的 晶晶的 對啊 那再加上這個彈簧的部分 老師直接叫它設計成這種紅色的對不對 那它也是有點亮粉 Glade的這種感覺 這是老師目前最得意的一個細節 而且呢 這個地方呢 是全世界沒有 我沒有看到一個人用這樣子的 Power Coding 所以這也是老師很得意的一個設計 那講到這個Cover呢 這個Cover是來自意大利一個非常知名的品牌 叫做Ducar Bike 好不好 那講到這個Ducari的這種改裝品 大家都應該對Ducar Bike不會太陌生 那麼如果呢 想要知道這個要去哪裡買 在老師影片下面的敘述欄 會跟你們敘述 再來呢 還有就是這裡 來 講到老師這個車架這邊的螺絲蓋呢 這個也是來自Ducar Bike 那老師呢 其實整台車想要走個色系就是 紅配金加黑 那這個地方老師也直接用 這一種金色的有沒有 這個車架蓋 非常非常的漂亮 他們英文叫做 好像frame plug Cover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地方呢 如果想要知道這哪裡買 記得去敘述欄下面看一下 這邊旁邊有一個小油純筒 這個地方呢 是這個後煞車的油純筒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呢 老師是買這個Rizoma Rizoma也是一個非常知名的 這種改裝品製造商 Rizoma的東西都非常非常具有美感 而且非常非常的貴 貴 那這個東西是老師之前去破產的時候 直接買這個免稅的 那當時呢 他們直接有一個在賣 剛好是我這個可以裝的 那所以那時候我就直接買 我記得好像五十塊左右 那反正呢 現在價錢多少錢 在老師這個敘述欄下面就會講到 來 來試試看老師的這一台車子 是不是覺得不太一樣 尤其是尾巴的地方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拍器官就不用講了 因為其實老師過去的這個影片 已經有跟你們介紹 不過原則上推迷的 如果現在要改的話 好像聽說這一組很不便宜 非常貴 要買也買不到新的 很難買到的齁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尾巴 老師過去一次連跟你們拍攝 這台摩托車的尾巴 是不是非常的醜陋 因為它有後面一個車牌架 對不對 還有這個fender 當然老師透過當地一個也是玩 Sport Classic 的好朋友呢 他自己動手把這一個有沒有 車牌架直接改到這邊來 那這整體的conversion呢 是非常簡單 這個其實是原廠的 我們只是把它怎麼講 原本是這樣掛著 那現在我們就是翻過來 直接掛在上面 那再加上呢 老師呢 從美國一個知名的這個有沒有 摩托車零件製造商 買到了這兩組 這個有沒有 警示燈 左右號燈有沒有 你看前面我也是改一模一樣的 那這個是鐵做的 非常有質感 那原廠呢 其實是塑膠做 那我覺得是 沒有什麼美感 不過老師也非常喜歡我現在 目前這一個細節 因為Cafe Racer 屁股就是要乾淨 對不對 好 再來呢我們走到這邊 啊 當然就是老師這個側面的03貼紙 你們都知道老師的幸運數字就是03 對不對 那這次呢 老師必須要shoutout我自己 西雅圖Ducali的好朋友 也就是Tyson Tyson呢 他自己幫我做出來的一個設計 那老師也非常喜歡這個感覺 有沒有 金加黑的這一個frame的造型 這個outline 那這個金剛好配我的鋼圈 因為我一樣的顏色很剛好 那麼之前如果有在看老師 這個編輯編工購的特輯當中 你們就知道我有一集做到我去拿這個定做的椅子 對不對 在此 big shout out 我們當地一個非常知名的皮椅製造商 也就是Matt Larson 好不好 那想要知道他的這個產品呢 要怎麼買呢 記得去老師影片下面的敘述欄做一下搜索 不過原則上呢 來我們近一點看 這個椅子老師也非常得意 因為這是我自己設計的 然後Matt現在都拿我這個設計去騙吃騙合 你懂我意思嗎 不過你看喔 之前他幫我做的很好的幾個細節 不只包括你看側面的這個雞皮以外 你看刷過去會變顏色對不對 還有老師上面的這個tumble leather的皮質 但是如果你近一點看的話 你看這邊還有雷射我的名字 Dr.T加上義大利的三色旗 全部都有 這邊有一個stitching 如果想要知道這個椅子之前製作的這個過程呢 記得回去老師之前為你們帶來的編輯編工購的特輯 你們就會知道 再來我們轉過來這邊 摩托車的另外一邊呢 其實老師呢也有動到一些手腳 來教練我不知道你這樣有沒有辦法拍得到齁 原則上你看這個鏈條前身的這個bracket 我也有改過 那這個地方也是Dugafite這個品牌製作的 那它是結合這一種有沒有鐵片加上這個carbon fiber的一個防護蓋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好看 那再來就是我們台灣說的中崩對不對 中崩這邊老師也是改金色的 這樣子呢按起來其實比較舒服齁 那一樣呢這些東西的訂購購買的連結 一樣在老師影片的這個敘述欄會介紹 那當然講到Dugali的摩托車這邊一定要改的一個小鐵片 就是這一塊齁 一樣在老師的敘述欄下面有給你們介紹到齁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細節齁 這個東西就是油桶防護貼 是不是防護貼 那這個東西在此big shout out to自己的好朋友 Jeff對不對 李醫師啦 李醫師呢他自己也有一台跟老師一模一樣的摩托車 那當時呢我看到他的這個sport classic上面貼的這個 防護貼的時候就覺得很正點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喔 來我們近一點看 其實這個貼紙上面已經有紅色的這個顏色 那這個紅色跟有沒有老師的這個車 的噴機是一模一樣 完全看不出來對不對 對 所以呢這是專程為了這台車子的配色去做的 那這一條線呢是一體成型 那你們看嘛 這種有沒有紅色配金色就是很經典的一個造型 那上面一樣寫sport classic 1000s 好不好 不是sport classic 老師是s版的好不好 s版才有這個防罩 好啦 我們沿著這個油桶直接講過來 看到這邊 你看老師的煞車還有離合器的這個油存筒呢 一樣也是改這個 老師其實這兩個是改這個Ducati Performance的 這其實是可以裝在一般的Panagalli上面 但是呢老師直接把它裝在這上面 那也因為呢它有點過大對不對 所以老師必須要在這個角度上面 有點小小的調整 最後我們講到手把這邊 手把這邊呢 老師呢改了一個美國知名的這種手把品牌 叫做Bitwill對不對 一樣在連結下面你們可以搜索得到 還有呢老師當然覺得說 欸 sport classic是一個非常經典的咖啡車種對不對 咖啡車種 還有誰在裝這個兔耳朵對不對 一定要改個這個bar end的mirror 所以呢老師呢 在這台車上面也直接改一個bar end mirror 原則上老師在這台車時上面所動的一些手腳 真的是花了不少的錢 而且呢這台車老師呢在未來還會動更多的手腳 讓它變得更有個人的獨特性 好啦這個階段呢老師跟你們分享一下 老師平常騎車都穿什麼樣的這個裝備 很多人常常問老師說 欸老師你騎你的1000S的時候 穿的那件外套真的很好看 你在哪裡買的 原則上老師這一件呢是在這個Ducati Seattle買的 那麼這一件是喔 2014年時候他們發行了一個 官方發行了一個喔 車車衣的款式喔 那這個東西呢其實當年好像有紅色跟黑色的 那有人呢有一件是黑白色的 那這一件老師非常喜歡 就是因為很搭嘛對不對 這一件跟這個摩托車的顏色根本是一模一樣 那其實呢整體的這個造型我也非常喜歡 但是這個皮衣有一個缺點就是它沒有防護罩 你看喔它這邊只是一個padding 它是真的有padding 但是它沒有像這種塑膠的防護罩 所以這個是怎麼講穿休閒 你如果說長途的話 還是要穿一件比較安全的車衣啦 好不好 那這個呢也是呢 老師非常喜歡的一個車衣 也絕版的已經沒有在製作 但是呢應該在ebay上還是買得到喔 再來講到老師呢 騎這台車常帶了一頂安全帽 其實這個是來自Vail這個品牌的安全帽 那這一頂呢其實你看它是carbon fiber的 全部都是碳纖維 非常非常的正點 那其實這一頂帽子來的時候 它也給你一個非常漂亮的提帶 我記得我之前在我的頻道裡面 已經有做一個影片 那你們如果想要看它的這整體的細節 記得去那個影片回顧一下 不過原則上呢這個bill的安全帽呢 老師個人覺得非常的搭我這種經典的摩托 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防護罩是老師呢 後來才買的一個這個怎麼講 顏色的防護罩 那一樣呢在老師影片下面連結 會告訴你這個要去哪裡買喔 那一樣老師呢 為了要什麼樣子 跟這個摩托有協調 直接拍了03對不對 那這頂安全帽我非常喜歡就是你看 連它裡面都非常的漂亮 有這種咖啡色雞皮的這種材質 那我個人非常推薦BILL這一個安全帽 但是它的隔音非常的不好 所以呢如果呢 你要戴這個安全帽 我建議還是戴一下耳塞喔 那為了搭配老師整台車的這個有沒有 配色呢 你看我這邊還買了一個Rollin Sands 他們出的一個非常漂亮的手套 Rollin Sands其實是美國一個很知名的 怎麼講啊 摩托車裝備製造商 這是美國的喔 那當時呢我在買這個皮的時候 剛好看到這個手套 你看裡面還有紅色對不對 非常非常的正點喔 那一樣呢這個手套的連結呢 一樣在老師影片下面的敘述欄會給你們介紹到喔 最後呢在車靴部分呢 老師其實也非常的喜歡這一雙喔 其實講到騎這個Carpet Racer 你的這個車靴應該是要穿到有沒有上面一點的 是比較高筒的這種車靴 但是老師比較習慣穿這一雙 這一雙呢是來自Alpinestar 這個品牌 也是來自義大利一個非常知名的摩托車裝備製造商 那Alpinestar這個款式叫做SMX-1 那這個是非常非常便宜 非常非常平價的一個車靴 但是呢所有他該有的一些保護措施 全部都有 所以呢老師也非常的推薦呢 可以買一雙這個來當車靴騎車用喔 但是這一雙老師個人建議呢 你可以穿小半號 對 因為這一雙對不對 Alpinestar 我穿實的 對啊然後老師呢其實那時候穿的時候覺得 啊好像有點太大了 但是我就想說襪子穿厚一點 其實也沒差 那這一雙鞋子也非常的防滑 在各種氣候下穿呢都是非常適合的 所以這一雙也是老師我常穿的一雙車靴好不好 那原則上呢這一台車子還有我平常騎這台車子 就是喔所穿的這個裝備的原則上 就到這邊我們來介紹下一台這個摩托 好啦下一台老師要為你們介紹的就是老師在2017年也就是去年呢老師剛入手的這一台 Moto Guzzi V7 Racer 這一台摩托 其實這台摩托老師已經把一些有的朋友多餘的東西都拆掉 比如說前面這一個燈罩 還有就是說喔後面這個屁股罩對不對 這個地方讓老師都先暫時拆掉 因為呢以老師現在這個改裝的方式我覺得這樣子是最漂亮 不過原則上我們來看一下老師目前在這台車上面動到的一些什麼樣的手腳 首先我們今天從車頭開始對不對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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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